从事门语教学的热心民众杨幼润 借由加拿大籍的岳父 发现非洲肯亚当地的居民没有鞋子可以穿 不少人因为赤脚感染沙藻而溃烂 造成生命的危险 于是他透过网络发起了救鞋救命的活动 引发热烈回响 在11月已经目击到14000多双的鞋子 寄到了非洲的肯亚去 一群肯亚的小朋友对着镜头向台湾说谢谢 每个人都很开心 他们都是收到台湾爱惜鞋的小朋友 很多人从出生就没有鞋子可以穿 但鞋子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 因为一不注意就可能危害性命 但是是说并发症的危险 从事美与教学的杨幼润 加拿大籍岳父是基督教宣教士 长期在肯亚帮助当地居民盖学校水井 发现很多人都没鞋穿 杨幼润才会在台湾发起救鞋救命的活动 没想到每天都有人寄救鞋来 11月已经用40尺大货柜 先寄了14000双鞋 7000多公斤的衣物到肯亚 目前这些旧鞋旧衣都先堆放在杨幼润哥哥的电脑公司 一度整个地下室一楼店面都放不下 还要放到人行道 曾被客户误解改行做资源回收 不过了解后大家都很支持 杨信良兄弟说 希望能有系统有计划的 让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能继续维持下去 记者球紫培彭万群台中报道